第1332集 算你有良心 这么快的速度 那他们肯定是找到什么规律 或者是 找到了图纸 这毕竟是当年日本人买起来的 莫小于说道 也不全是 图纸应该是在一个叫做 竹田日记的笔记本里 这本笔记本 最先发现是在英国人史密斯手里 但是石天阳瓶找到了史密斯 他们现在合作找黄金 而真正解开这个谜团的 是一个日本教授 山本五十七 白露说道 莫小于发现自己知道的 白露都知道 这个人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 对吧 没错 你怎么知道的 哎 大家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嘛 要想知道一件事 总归会有办法的 说得不错 你还知道什么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在想 既然这些图纸的奥秘 都是山本五十七帮着找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 把这个山本五十七绑到中国来 那这一切不就解决了吗 你能保证把它绑过来 它就能听你的了 笑话 山本五十七虽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 但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 尤其是极力地鼓吹日本的海洋霸权 不然也不会给自己取名叫山本五十七了 白露说道 那照你这么说 那没办法了呗 办法当然是有的 不过啊 还得你出面 山本五十七的女儿 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和东亚历史 你可以从她那里 打开一个突破口 说不定会有希望 哎 过分了啊 我可是你男人 你怎么能让你男人牺牲色相 做这种事呢 莫小渝不满地说道 是吗 你是我男人啊 那其他女人算啥呀 再说了 你这是为国为民 就算是不幸殉国了 那也是烈士 对吧 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事不用考虑了 我去 莫小渝坚定地说道 白露的伤口在背部 所以一动手就很疼 但是动脚却没问题 听到莫小渝这一话 白露一脚就踹了过来 但是被莫小渝一把抓住了脚踝 白露一挣扎 莫小渝怕他摔倒 急忙松开了 莫小渝还想调戏他几句 此时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陈婉颖打来的 喂 下班了 莫小渝温柔地说道 那样子一看啊 就是在和女人打电话 白露恨恨地走进了卧室 看他那渐渐的样子 恨不得宰了他 嗯 我想过了 我觉得你的建议 非常的好 我决定 接受你的好意 陈婉颖说道 啊 我对你的好意那么多 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莫小渝脑子一时间没转过来 忘记自己和他说过什么了 你不是说 要在内地成立一家公司吗 我辞职了 就在刚刚 所有的案件 都移交给其他的律师了 我现在已经成为 无业游民了 怎么样 你还打算收留我吗 陈婉颖说这话的时候 有点嗲嗲的味道 声音腻得 让人有点受不了 真的假的 太好了 我还愁去哪找一个 像你这样的管理人才呢 你放心 你去了 就是给我看住公司 其他干活的事 都不用你管 对了 熟悉一下国内的法律 你呢 是当家人 可不能糊涂啊 就知道 我给苏菲打过电话了 他说 可以把你让给我玩几天 怎么样 你们都在一起好几天了吧 我都没打扰你们 这几天 留给我吧 人家刚辞职 心里空空的 陈婉颖从来没有 这么逆声的 和男人撒娇说过话 哈哈哈哈 是不是身体也空空的 没错啊 空空如也 等你来啊 几句话 这俩人就把情绪 都给调动起来了 但是话音未落 莫小玉就觉得 自己耳朵疼得厉害 是被白鹿给拧住了 哎呀 疼疼疼疼疼 你怎么了 陈婉颖一听声音不对 立刻恢复了正常的声音 问道 没事没事 我做足疗呢 哎呀 给我按得有点疼 莫小玉说道 那种地方你也去啊 不许胡来啊 你要是得了病 害的可是大家 好了 先不说了 我要把这些东西 都送回家了 晚点再联系你啊 好 再见啊 莫小玉终于打完了电话 白鹿也松开了 莫小玉的耳朵 就被拧了这么一会儿 是又疼又热 火辣辣的 这又是谁啊 不会是那个苏菲吧 啊 是陈律师啊 你见过呢吗 我呢 准备成立一家公司 让陈律师呢 帮着打理 那这样 我就更多的时间 来帮你了 对吧 钱也得赚 为国为民的事 也得干不是吗 啊 当然了 你要是需要 经济上的支持 我也可以帮你啊 是吧 莫小玉啊 巧舌如簧 几句话 就把白鹿的火气 降了下来 白鹿不生气 不是因为莫小玉 说的好听 是因为他早就明白 自己等了这么久 莫小玉依然是 我行我素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 而放弃过 其他任何女人 这狗啊 改不了吃屎 当然这话 有点恶心 莫小玉呢 是狗 但自己绝对不是屎 哎 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 莫小玉话没说完 头上又挨了一巴掌 想什么呢你 哎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说 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吃个饭 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计划 哎 你们这个女人啊 要是疯起来 真是比男人还疯狂 你以为我是 那么厚脸皮的人吗 就算你想 我也做不出来啊 你还说 你再说一遍试试啊 白鹿又扬起了巴掌 哦 那个 咱能商量一下事吗 说 看你那个贱样 就是 你看看你啊 这个现在呢 背上有伤 你打我没问题啊 但是你牵动伤口 我看着我心疼啊 等你好了 再打 好吧 莫小玉讨好的说道 算你有良心 白鹿脸上的表情 由音转情 还有 你打我的手 你能不能 不当着其他女人的面啊 你不当着其他女人的面啊 我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